- 像我之前有一個喜劇演員 我其實蠻欣賞 我會喜歡他的段子 然後我就曾經做 你說你的性幻想對上 對 我想說不要講這麼清楚 對他叫東區德 然後他 哈你知道喔 東區德知道啊知道啊 他有上過我們節目 有有有有有 你說他很重口味嗎 你的性幻想對上 你不是 對啊 我做了一次春夢 然後是 這個很好笑嗎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反正就春夢 欸你們這樣講的 好像我要害羞 我就跟他講 我想說跟他分享 他說一定就覺得 就已婚婦女有欣賞 好像也會蠻開心 我跟他講以後 他露出一種恐懼的眼神 他就說 呃謝謝 然後就覺得你不要靠近我 你想要對我幹嘛 欲望太強烈了 不是我沒有 我沒有要幹嘛 我也沒有要性騷擾他 他的意思 你只是想要告訴她這件事 其實這樣好像就構成性騷擾了 對啊 哦 屑 你自己想 如果你是老闆 假設我這樣對蛇邊講話 哦 哦 是哦 有有有 但是 而且你自己說 而且他又用我們的場地 沒錯沒錯 所以他靠我們吃飯 所以你算是一個老闆跟他講話 可是如果你這個話對敏迪講就還好 很久很久 你們知道我們繞進當天 我們繞進當天我跟敏迪有跳鋼管舞 我有看到那個照片 我想說哇看你怎麼那麼拼 然後 我真的在看一次說 欸不是 是敏迪 是敏迪欸 我在講就是這個 每個人都以為是CAM 我覺得他好難過喔 因為那個角度啦 那個照片角度的關係 不是 沒有啦大家就是看到跟凱莉在一起做事情 都以為是我們連結 這樣子用不到 沒有 他受傷了他走心了 沒有關係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怎麼忘記了 所以你們在網路上如果受到攻擊 都會覺得OK嗎 對 一開始我也蠻不適應的 蛤真的 所以你也是會很敏感 我也是會很走心這樣 可是在布萊克萱萱那頻道 應該 應該很多有的沒的吧 不過我是覺得那邊應該不會那麼多 可是其實更多喔 其實很多人會攻擊我們的氣質 跟我們的外表 蛤? 特別還有很嚴重 是真的蠻嚴重的 是真的蠻嚴重的 他們可能就會說啊很 太漂亮 太漂亮 然後我會按讚 哈哈哈哈 可能會說太娘了 就會直接罵 罵蠻難聽的一些字眼這樣 對一開始的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我其實會蠻覺得說 啊我們是不是做得太超過或什麼這樣 可是心裡又會想說 我們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子 對啊 我們給人家的感受就是如此 所以 後來我就跟薛薛就是會 討論了一下就安慰我們 可是你知道嗎 還是有一個 有一個算是真的很 愛我們的黑粉 他到每一個影片 我們只要一出新的 都一定會看到他 然後都會講 真的是關於氣質的事情 他就是身貴 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講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他很難過喔 然後我們一開始還會檢舉他 因為言論實在是太超過 可是到後期我們就是說 留下來好了 然後還把它截圖 截起來變成一個系列 緊急 你不覺得變成系列很紓壓嗎 就他每一次都會想新的詞 想說這一集 他不會重複 他都不會重複 他都不會重複 他每一集都認真的看哪一點 他可以拿出來講 他真的很認真 所以他是真粉啊 我覺得他應該就是真粉 可是他的用字潛失 還是會覺得說 可不可以真的愛我們 這樣的愛我承擔不起 他愛你們 他只是不方便說 對 真的 這樣才會被受到注意吧 對 你看你們還幫他做緊急 愛你們的人有嗎 對不對 你這樣真的愛你們的人 是不是覺得很生氣 對 你們也要幫愛你的人做剪輯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愛你喔 今天這集好恐怖 怎麼會 因為我等一下就會 我等一下就會發酒瘋 他知道 發酒瘋會倒掉嗎 不是 我們要看這個 大調訪問嗎 就是他講話 他會開始忘記他講什麼 真的假的 然後我們就要剪掉很多東西 會很恐怖 真的 會很恐怖 比剛剛那個春夢還要恐怖 超棒的 反正你們這樣就放會員區 不會 我們全部都會放 不會我們就會全部放出來 很real 我們很real 對啊 對啊 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有一天你開始自我審查太多的時候 聽眾就會知道 對 真的會 真的 真的 你們自己會在節目上做審查 其實我們 我們後來 一百我們做一百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在想 我們會回頭看以前的集數 就會發現其實真的 以前真的會蠻 蠻 對蠻放的 然後很想講什麼就說什麼 可是到後來發現 好像有一些 可能去很多部落 或者是好像背負著有一些 你知道 介紹部落或是一些族群的使命的時候 就會變得稍微收斂一些 像什麼你們會比較注意 比如說我們去 部落玩的時候 會介紹一些部落觀光的時候 那所以用字潛質就會變得比較 可是那時候拿政府的合作這樣 不管有沒有 不管有沒有 其實只要是到部落 我們都還是會 會你知道 所以不能有 什麼口音啊 或者是 口音倒是還要因為可能 旁邊的人都是這樣子講的 對 倒是還要好 可是你太標準的話 你會被排局 對 然後講一些成語他們會說 呦 講成語耶 好強喔 喔 現在有 現在有什麼不能講 我以為 原住民就是什麼都能講 就是金剛不壞之聲 後期到會會害怕說 我們講出去的話 會不會被大家解讀 對 對過度的 對會是過度的解讀 這樣就不是你啦 Not real怎麼辦 嗯 我們還是做超過一百幾啦 還有一個是他們 真的很多國小一下的 是他們的小粉絲 很多小朋友 其實我們小朋友 所以他們後來也會 注意到這個東西 對 你們要做兒童節目喔 不是是因為我們到部落區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小朋友 會看我們的節目 嗯 就說幫你拿主意 對 或者是在那邊 369 369 在那邊玩喝酒的遊戲 小朋友在跟你媽媽 真的真的 然後 我想到我今天就是 在來的路上 我收到一個那個 IG的訊息 然後是一個媽媽 她就說 因為 明天是她兒子的生日 然後她兒子大概幼稚園 可能大班這樣 可不可以錄個生日影片給她 我看到後面 我真的是心都 真的發的 她就說 喔我兒子是看喝酒 玩什麼入坑的 啊 啊 啊 凱莉剛剛演我們 也真的是在看這個 我們剛剛就是用 這麼大的電視螢幕 在看你們喝酒玩什麼 在開始學穿山假教 哈哈哈哈 哈哈